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灾难的起头 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8月22日 其实在昨天的主日里面 也说了很多破天荒的灾难 破天荒的天气 干旱 失收 这些气温的反常 之前牧师也说过一个论点挺有趣的 就是在这些灾难的疫情当中 各个国家应该会站在一起 同酬敌开 抛开一些纷争 以大谷为众 反而现在我们会看到 反而他们是建拔老张 反而是打台湾统一的好时间 是非常反常的 而牧师就说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个背后政府 应该是用打龙通的方式 是用不动声息的方式 去预备人进入灾难当中 而其中的线索 反而就是他们预备打仗的形势 现在这个情况下 又好像越来越相似了 是的 因为以前我们能够理解全世界的局势 即是在2020年之前 每个人能够解读到全世界的局势 因为凡宁安定 为大局设想 就是每个人的想法 是吧 你花几十年去搞国外交 花几十年去改善关系 听过多少这样的新闻 这个主意听到很简 因为他们真的知道 将来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培养 他们才在繁明安定当中 是可以去很努力的建立 当时你们看到 小小的波幅 小小的东西 这个就是量化宽松 这边加息 然后日本为了搞定自己这些东西 又怕人财流失 诸如此类 又或者他们自由化他们的股票市场 好像香港那样 甚至将他们自己的日元降低 让他们竞争力比较低 因为日本的货物太贵 那时候 差不多充斥就是这些新闻 很微调的 很大事 免得有很多这些影响 比如举个例子 他们很强调教育 教育 簡直是成为他们的救命的手段 因为他们有很多流失 受教育的人才都很重要 现在你看看全世界 你看看香港 书都没得读很多 都没得翻 接着你会看到经济崩溃 你会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应该做得比以前更加重视 因为现在的破坏力十倍大 比以前 怎么知道 金融海啸对比 现在哪有一倍 直接是不用给 你知道吗 但是那时候 国际所做的每一样东西 大家为什么全部都不做 现在是调传 不断找借口 美国无端端就找借口 传给女人过去 接着就搞出更加紧张的局势 然后就不断说 你的货我打税 我的货我倒缺你不过来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所说 他现在这种 好像也不讲将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推论当中 如果他们以前是为大局着想 现在都一定是为大局着想 但是有什么局势是威胁到全世界的呢 即是威胁到全世界 你不可以做回以前做的事 你不可以有以前的帮教 你不可以有以前那种 大家互相的流通 有什么 甚至你看到 他们的军队调动 那种的搞法 制造矛盾和藉口那种的搞法 因为事实上 如果不是俄罗斯现在打乌克兰 制造到欧洲和大家互相的矛盾 甚至俄罗斯 我刺断你的天气 很多这些的藉口 但原因就是 简单来说 他现在不刺断 到时灾难的时候自己会不断 地也会裂 那时候就是大家爆起来 两边一路爆下去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他做的很多这些 我们如果从大局去理解 那你就会明白 就如我所说 唯一能够解释到 在比以前多10倍 100倍的经济危机下 他们竟然继续放弃和平 对不对 他们继续放弃邦交 继续放弃合作 你想想以前俄罗斯和美国合作 俄罗斯和美国合作 但是俄罗斯现在和全世界都不合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全世界不合作 现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和全世界不合作 美国就更加是 他又和全世界不合作 那你这样搞 那这个大局应该是什么呢 对不对 《马塔坊》第24章第6至第8节 你们也要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没其还没有道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随着我主终构可顺难 现期望冲心转一只爱上 全为你今生破海 我心变一切 献上一生敬奉你 在我的心身处 只有耶稣 只有耶稣 是我宝贵 他愿我来心做 绝对吧 愿我满足 而饭 今次 我愿不远 在想我 别的挥霧 简直 你 毅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